不久前台湾向立法院提交了下一代主力战机报告 证实了称台湾正在研制一种全新的隐身战机 根据相关报告显示 这种飞机的研发计划始于2019年 该计划参考了此前IDS潜艇的前进国造模式 由台湾中科院担任主合约商 汉乡公司为此次合约商 该机计划在2023年开始研发 预计超过上百亿新台币 首架原型机计划在2025年前公开亮相 最初台湾希望基于IDF战斗机使用的TFE-1042-70发动机 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机所需的高性能发动机 代号织女星计划 这一计划在2018年开始实施 并且获得了10亿新台币的拨款 对于开发新型发动机项目 另外这种新型战机也将沿用永鹰高轿机的航电设备 按照原计划 这种飞机将在2029年生产出首批9架原型机 但台湾声称 由于目前的局势 新型战机的开发进度必须加快 要求在2026年前生产6架原型机进行测试 由于国产发动机的技术水平不能满足需求 台湾最终决定向美国采购F414发动机 也就是超级大黄蜂和韩国KF-21战斗机的动力来源 台湾的所谓下一代战机究竟长什么样 现在台湾也没有公布明确消息 有些消息声称 这种飞机会采用双发射击 是一种中型战斗机 但以台湾的航空工业水平 这样的设计显然有些困难 单发轻型战斗机的方案或许更有可信度 作为台湾下一代主力战机的核心 F414发动机的性能还是相当不错的 F414发动机是在F404发动机基础上改进而来的 专门为超级大黄蜂的升级改造而设计 美军的FA-18EF超级大黄蜂 EA-18G咆哮者都使用这种发动机 此外 瑞典GAS-39E应是印度LCA光辉和尚未首飞的韩国KF-21猎鹰战斗机 也都使用了这种发动机 由于在设计时要求能够和F404发动机通用 F414发动机的尺寸和F404基本质品 很容易改装到超级大黄蜂和其他使用F404发动机的飞机上 而相对于较小的尺寸也让F414发动机可以在中型机上采取双发设计 如果台湾想要开发一种单发机 那么可供参考的对象主要就是GAS-39和LCA两种飞机 两种飞机都使用F414发动机 都是单发轻型机 但都不具备隐身设计 后者的典型则是超级大黄蜂和韩国FK-21 这些飞机都可能成为台湾的参考对象 而目前台湾正在开发的永鹰高级教练机 实际上也是基于IDF设计的 只是简化了IDF上的作战系统 主要用于训练飞行员 差不多就是IDF青春版 永鹰的机体结构和IDF依旧非常相似 动力系统也完全相同 这样的问题在使用两台F414的KF-21上也同样出现 迫使韩国设计团队使用半埋式挂架的设计 牺牲一部分隐身性能 在单发战机身上 这种缺乏空间的问题只会更加明显 即使是日本韩国这些拥有一定航空工业实力的国家 都在隐身战机开发上遇到困难 瑞典的战斗机或者说萨伯系列战斗机 设计思想一直要求兼顾截击 侦查对地攻击这三大性能 不过由于技术限制 直到萨伯37系列才实现一型多能 即在同一个平台上发展多个用途的子型号 萨伯37家族包括AG攻击型 SK教练型 SF侦查型 SH海上查打型 GA截击型 思源能力全灭 基本覆盖了空军战术飞机的实用领域 不过在整体规模较小的情况下 复杂的子型号进一步降低了作战实力 恶化了后勤维护 随着萨伯37的批量服役 瑞典空军也开始考虑后续机型的规划 进入70年代后期 情报显示 苏联空军即将装备先进的第三代制空战斗机 于是新型战斗机的研制正式提上日程 瑞典空军准备用新型战斗机来替代 萨伯-35龙和萨伯37雷两款战斗机 要求它具备以制空为主的多用途作战能力 以求在保持较小规模的前提下 提高应对复杂战场环境的能力 因此将新型战斗机命名为GAS-39型战斗机 GAS-39战斗机的主要目标 是捷机接近瑞典海岸的外国飞机 对敌地面部队进行战术侦查 承担对陆军的支援任务 北方施旧的诞生 瑞典领土狭长 且距离苏联边境仅有200公里 加上技术难度和成本的综合考虑 GAS-39定位是低成本的单发轻型多用途战斗机 从设计之初就定下了小巧多能的核心理念 这既成就了GAS-39 也限制了其后续的发展 GAS-39的气动布局有多个方案 当时研究了许多飞机构型 包括前掠翼加V型双唇尾布局 传统的中等战先后掠翼布局 以及各类亚翼加三角翼布局 SAAB公司为此还与许多其他航空公司进行了技术交流 其中包括英国航语公司 MBB公司和洛克维尔公司 经过反复测试和论证 最后决定使用两侧进气的近距偶合压实布局 压实布局几乎是后期三代机发展的经典气动布局 包括我国金石栽内的多型战斗机都采用了这种布局 GAS-39为两侧进气 单锤尾中单翼单发压实布局 前缘后略43度的压翼安装在进气道外侧上部 为了与主翼获得最佳的气动力偶合 压翼有一定角度的前倾 考虑到腋下挂载大型弹药的必要性 而采用了一身融合的中单翼 逐起落架成A字形安装在肌腹 不占用异下空间 主机翼说是三角翼 其实为了布置一斤挂架 主翼被设计成了后略45度的切尖三角翼 台风和阵风也是这样的设计 而我国的坚实正好相反 高道的单锤尾布置在机尾 设计定型的GAS-39战斗机公开征求命名 最后决定以SAAB公司的文章应施为名 也意为施旧 首架GAS-39原型机 39.1号机在1988年12月9号首飞 然而在1989年2月2号 39.1号机进行第六次试飞着陆时发生事故 飞机在着陆滑行过程中突然偏离跑道 并发生水平急转弯 逐起落架支柱折断 飞行员轻伤 事后分析事故原因是由于 飞控软件扬辅回路中存在设计缺陷 产生了人机偶和震荡 SAAB公司即使对飞控软件进行了升级修补 但是同样的事故在1993年8月8号再次发生 生产型39.102号机在试飞中坠毁 飞行员弹射成功 两次飞行缺陷导致的事故 曾经让英师的试飞工作一度中断 直到在落马公司的技术支持下 才解决飞行缺陷 重新恢复试飞工作的GAS-39战斗机 最终在1996年6月9号 正式交付瑞典皇家空军服役 1997年9月 索特奈斯基地F7连队达到初始作战能力 瑞典皇家空军一共采购了 141架GAS-39系列战斗机 作为单发轻型战斗机 GAS-39采用一台RM12型 低含道比涡轮风扇加力发动机 这是由通用电器公司和沃尔沃航空发动机公司 在F404-400发动机的基础上联合研制生产的 与原型F404-400相比 RM12发动机改进了控制系统 使用了更先进的新材料和制造工艺 将发动机的推力提高了10% 不加力推力为54.0KN 加力推力达到了80.5KN GAS-39空战挂载下 推重比达到了1以上 后续沃尔沃航空发公司 还对RM12发动机进行了升级 称为RM12UP 主要进行了换用全权限数字式发动机控制系统 改用火焰稳定器 对涡轮进行重新设计等工作 在成熟的中推发动机基础上 发展动力使得SAAB公司 有效规避了现代战斗机 研制中最大的难点之一 这是瑞典军工体系的特点 即利用外援来解决自身技术短板 作为一款一级多能的作战飞机 GAS-39虽然体量不大 但是能挂载的弹药种类可谓琳琅满目 在执行对地攻击任务的时候 GAS-39可以携带美制 AGM-65AB型小牛空地导弹 DWS-39型防区外弹药散步器和保时路激光制导炸弹 小牛和保时路这两种经典武器就不再赘述了 另外一种较为陌生的DWS-39 是一种惯性导航的无动力滑翔弹药散步器 其射程取决于在机的飞行高度和速度 散步器内有小型子弹药 配置模式有24枚反跑道炸弹 96枚极数炸弹 120枚反坦克地雷 504枚SB44型炸弹 或1848枚M42GP型炸弹 非制导武器包括M50航弹 M60航弹和A2AK70型火箭弹 SAAB公司研制的GAS-39英师系列战斗机 可以说是个不大不小的奇迹 在紧凑小巧的机身上 集成了复杂全面的航天系统 可以从高速公路上起飞 可以在简单维护条件下持续作战 开放式架构可以兼容大多数西方制式武器 虽然它限制原始设计升级空间较小 虽然成本一路飞涨 虽然卖出多国 却仍然差量低迷 但这些基本是欧洲战斗机的典型问题 GAS-39系列是瑞典独立研制的最先制的一款战机 但也还有可能是最后一款 那么台湾研发的隐形机呢 会不会是下一个奇迹呢 台湾首居一指的航空系制造商 及国防承包商 汉翔航空工业公司 5月3日表示 台湾正在寻求美国的支持与合作 自主研发下一代战斗机 汉翔董事长胡开宏 5月3日在台北开幕的 美台国防产业合作论坛上致辞时说 国机国造是长远发展的计划 在永英新式高教机后 将由国造新式初级教练机接棒 同时也期望美方支持台湾自主开发下一代战机研发 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机规划 是一具逆宗推力大的双发动机战机 这两年 仿商以及合作的经验 目前已向美方提出 采购美商通用电器的F414涡轮扇发动机 这款输出动力22000磅 有厚燃气的涡轮扇发动机 也是美F18EF超级大黄蜂战斗机发动机 韩国开发的KFX下一代战机 也是采用该款涡轮扇发动机 另外 因汉翔公司与英国劳斯莱斯公司合作 承治劳斯莱斯商务机发动机核心领组件 加上IDS原型建筑机部分 也是来自该公司设备 因此 英国劳斯莱斯的发动机 也在空军下一代主力战机的评选名单中 台湾空军现役的主力战机 主要是从美国采购的F16战机 和从法国采购的幻影战机 汉翔公司30多年前 自主研发生产的金国号战机 也是台湾空军目前的主力战机之一 台湾新一代战斗机的目标 应该和韩国的KF21类似 以四代机为基础 又变成五代机的潜力 但现阶段的目标 是能达到四代半机的标准 韩国在研发了基因教练机之后 并没有研发完整四代机的经验 就开发了自己的KF21 所谓的四代半战斗机 而台湾在研发战斗机方面 有着金国号的经验 经验和制造水平 应该比韩国要更好 在整机设计 风动实验 蒙皮结构方面 已经有着足够的经验 这些都不将是什么问题 但台湾战机最大的瓶颈 就在于发动机 这也是金国号战斗机的瓶颈 当年金国号战斗机 美国不愿意出售军用发动机 最后台湾不得不和民用发动机 产生合作 使用发动机推力较小 使得金国号战斗机 作为一款轻型战机 不得不搭载两台发动机 才能达到超音速 随着现代战斗机系统 越来越复杂和尖端 一架飞机的研发过程 也变得越来越长 从立项开始研发 到生产原型机 试飞 进入量产 整个过程可能长达十年 甚至更久 以美国的第五代战机F35为例 它的首次试飞 是在2006年12月 但F35B首次服役 却要在九年之后 2015年 才在美国海军陆战队 进入现役 如此看来 台湾下一代飞机的发展计划 还需要经过不少的时间检验 也希望各位观众朋友们 抱有耐心 这是现代航空领域 研发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 新一代战斗机的角色将是 作为四代半战斗机 逐渐替代台湾机队中老化的 幻象2000和金国号战斗机 目前 台湾空军中 有50架左右的F5战斗机 这些战机将在2024年退役 由从美国引进的F16B战斗机替代 但是台湾空军目前还有54架 幻象2000和129架金国号战斗机 幻象2000因为是法国人的战斗机 在拉法业弊案之后 台湾和法国关系急转直下 幻象2000性能提升的方案 迟迟无法进行 在这样的环境下 与其求人不如求己 如果在未来十年内 台湾的自主战斗机逐渐服役 就可以完全替代逐渐老化的 法国幻象2000战斗机 同时80年代服役的金国号战斗机 慢慢也需要淘汰 这样的话 台湾空军保持现有的编制不变 就有着190架的金国号和幻象2000 需要替换 这190架飞机 如果买不到F35 替换成台湾未来的下一代战机 将是非常不错的方案 190架飞机的产量 也将给台湾的国防工业 带来勃勃生机 可谓是一举两得 台湾的航空公司在60年代到80年代初期 一直是冠军亚洲 生产的金国号战机不仅是华人的骄傲 也是整个东亚地区首个研发的三代机 只是从1990年最后一架金国号战斗机停止生产之后 近30年来 台湾国防航空工业原地踏步 让人惋惜 最近几年以来 随着国机国造计划的推出 汉翔公司不仅推出了永银高校机 成立了F-16位维护中心 更要在未来推出台湾自主研发的新一代战机 可以说是迎来了台湾航空工业的新时代 印度的光辉战斗机 1980年代开始立下 到2005年才开始首飞 2015年才开始投入现役 到目前为止 总共生产了12架原型机 20多架量产机 其产量甚至不如台湾30年前生产的金国号战斗机 台湾航空工业 其实并不差 有人才 有经验 有制造设备 有技术支持 由汉翔公司研发的新一代永银高校机 已经与2020年成功首飞 这也是汉翔30多年前 研发生产金国号战机之后 新研发的第一款新型战机 汉翔公司目前也在美国的协助和支持下 对台湾现役的F-16AB型战机进行升级换代 使其达到F-16B型战机的水平 中科院宪政进行新一代战机与发动机的研发设计任务 预计在2024年结案完成 相关人士透露 中科院规划新一代战机将采内舰弹舱设计 强化战机逆踪效能 但要习行量 较现役战机增加 配备国产新型AESA雷达点主动式电战系统 但发动机部分仍有关键技术有待突破 他并透露 为强化新一代战机战力 以中科院的规划目标 新一代战机将以内舰弹舱方式 配置增程型天舰2型飞弹 点改良型天舰1型飞弹 并且可以是制海点对地攻击任务需求 配置空射型熊二反舰飞弹 或是增程刑办简单 中科院长张忠成 先前在立法院达局时表示 新一代战机有两个研发案科证进行中 包括设计案及发动机制造案的进度都很正常 预计都在113年结案 前者攸关24项设计关键技术 后者的目前进度则超前 前国防部长点现任退附会主委冯世宽 上月则在荣民节大会上主动揭露 汉翔公司早在做国军十年军机整舰计划 这项计划包括高级教练机 初级教练机与新一代战机 新一代战机已经过风洞试验 外形结构都已设计好 但只剩下发动机即可编喷嘴等 不能进行垂直短长起降 台湾空军司令部向台立法机构 提出下一代主力战机报告表示 中山科学研究院自2019年起 就开始自制下一代 先进高性能战机关键技术研发计划 仍将与美方合作此案 据了解 相关计划将整合中型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航电与飞行控制系统 以打造台新型主力战机 台湾立法机构表示 考虑到台现有主力战机 包括F-16型机 幻影、行机及IDF行机等战机 皆已不宜多年 应积极筹建下一代主力战机 台空军司令部表示 空军通过台美军事交流会议 参考国际科技发展动向 并多元搜集下一代战机关键技术 及先级武器获得的可能性 以提升空军下一代战机发展能量 台空军司令部说 台空军将持续强化台美军事交流 及下一代战机发展 除可建立与美互动及合作外 并推动岛内各项新式武器研发工作 据了解 中山科学研究院 目前针对新一代战机 正通过织女星计划 研发中型的涡轮风扇发动机 天使项目研发 下一代高性能战机关键技术 如航电与飞行控制系统 同时还通过弹威项目 研发高效益空射导弹关键技术 落实武器自造政策 孙岩指在剑锋之上 真理只在大炮射程之内 我们下期见